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要在见关不是关的一路在往上创高 当然也有它一定的困难度 所以短时间之内大盘它会短暂的陷入像今天这样的一个霞幅 一个霞幅震荡的一个格局 不过即便短线行情陷入一个霞幅的一个整理 不过我说过的大盘的部分 你只要注意趋势有没有改变 对不对 至于趋势有没有改变 你只要看 原本万顶的这个大锅该被掀开之后 现在变成是一个大块大铁板 对不对 那只要这个大铁板没有被跌破之前 那么趋势它就不会改变 那既然趋势不会改变 它整理过了 对不对 我说总要让它喝杯水喘口气 它整理过了之后 终究还要再去往上创高的 又或者要往哪边去做挺进的 包含像1268的这个等等 对不对 终究它还是要继续的前进 好 所以这个部分 大盘的部分 我的看法没有任何的改变 尤其我要提醒各位的是 不要认为大盘盘整 很多人认为大盘盘整 就是没行情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说过的大盘越是盘整 你永远记得五个字 拿五个字 盘整出标股 盘整出标股 再加上我说过的 现在这个时间点 对多方而言 是一个绝对有利的位置 因为从现在到过年之前 它是最有利于股价上涨的黄金时段 我昨天也特别跟各位所讲 对不对 我说为什么现在到过年之前 最有利于股价上涨 因为第一个 没有财报的干扰 对不对 现在近期 一直到明年的三月底 不会有重大财报的干扰 再加上明年趋势看好的股票 法人是不是从现在就会开始布局 难道等明年开始涨才买吗 当然不是 你看看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投资机构 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在发表一些 他对明年的一个展望 明年的看法 那这里头当然也有他们一些看好的方向 看好的标的跟产业 那我说过这些他们看好的产业 难道等明年开始涨了才买吗 不可能 现在就会买 所以在没有财报干扰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法人对于明年趋势明确的股票 他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布局 好那法人布局的股票 当然市场的认同性也高 所以这些股票往往一找 就是五成一倍 甚至于两倍三倍 也都不觉得奇怪 好所以我说过 这样一个机会 无论如何 你要好好的把握 好那到底这段时间 有没有已经有出现 包含五成一倍这样的股票出来了 来我们来看 我说太久远的历史我就不讲了 我就说最近这一两个月 你说太久远的像什么联发科 我们三段都大传对不对 包含像原相一倍多 那个我都不姑且不说了 我就说最近这一两个月 来你看这档Mosfield尼克森 有没有 当时10月19号开始 连续三天 带着各位布局 有没有 布完局之后一发动 你看 先是六根整理一下 再来三根 前后九根 涨了多少 涨了1.34倍 对不对 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1.34倍 那你看 有没有倍数的股票出来 好 那除了尼克森以外 来 大中 是不是也是一样 在起涨之前 我们就第一档布局 一发动 就是五根 不要小看这五根 五根也是七成 那你看 这段时间 七成又或者1.34倍的获利 如果能够顺利的入贷 今年 这个年 你还会担心不好过 好 那除了Mosfield的这两档股票 尼克森跟大中以外 接着我们帮各位所锁定的是什么 三五族这个族群 对不对 好 那三五族这个族群 我说过 这是一个缺货的概念 缺货的概念 必然它有族群性 那有人会先跑 那有人会接第二棒 那这样的节奏 你只要能够抓到 我相信这边也必定 能够让各位能够大有斩获 所以一开始 我们帮各位所挑的是 红结科跟全新 有没有 那也是一样 我们记不记得 我们在还没有起涨之前 也是连买一个礼拜 就是连买一个礼拜 从11月20号开始 就是连买一个礼拜 再度领先全市场 低档买进 有没有 后来一发动 从当时57块2 一路涨到82块8 红结科 这一涨 也涨了45% 也将近五成 多久的时间 两个礼拜左右 所以是不是很多股票 一发动就是五成一倍 甚至于两倍三倍 我想这事实 胜于雄辩 你看 全新不也是一样吗 对不对 全新不也是一样吗 低档还没有发动之前 甚至于市场上 还没有人知道之前 我们就领先全市场 在低档连续的买进 一发动 你看 当时82块9 后来涨到118块8 这一涨 涨了43% 有没有也是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就大涨超过四成 接近五成 那这些都是过去 我想如果说你在其他友台 有看我们节目的 我想都可以得到印证 那这些姑且不讲 我们就说我们非凡频道 这个节目开播以后 我第一档 我第一档送给各位的股票 让各位来见证我们的一个模式 我们操作的一个模式 送入操作法的 来这档隐藏版 有没有 有没有从当时市场上 还没有人知道的时候 我就先揪你低档布局 你看你需要追高吗 都在低档 对不对 当时多少钱 75块 你看短短 我这上个礼拜二 12月15号 12月5号了 当时上个礼拜二 然后到昨天 刚好一个礼拜的时间 已经来到哪里了 已经来到95块 五个天 五个交易日五天的时间 涨了20块钱 这里头还包含我们布局的 至少三天的时间 有没有 那你看 布局的时间一扣掉 从发动 到真的 创高 也不过三天的时间 涨了27个percent 你自己算一下 20块 对于党75块的股票来讲 是不是27个percent 所以有没有股票在大涨 所以我说这段时间 无论如何 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那至于说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这段时间 一些有本质的趋势明确的 法人青睐的股票 会一档一档的出来 刚刚你也看到了 从Motsfield 大中尼克森 然后接着下来 三五足的 先跑第一棒的 宏杰科全新 接下来第二棒的 环宇隐藏版也上去了 那接下来会轮到谁 接下来 当然就是轮到这一档 隐藏版二 隐藏版二 好了 我说过了 这一档 如果当时隐藏版 环宇 你没有能够跟上 那么我说这一档隐藏版二 你绝对不能够再错过 对不对 昨天趁压回 我也告诉各位 我们进场大碗 对吧 那今天 还没有涨 但是我告诉各位 今天已经是我们布局的第三天了 你应该很清楚 我从礼拜一 就开始带着各位 开始进场布局这档股票 到今天是第三天 第三天有什么意义 只要认识我够久的投资朋友 必然都知道 我做股票 我一定事先带着各位布局 而我们布局的时间 我至少会留给各位三天 而今天就是第三天 所以还没有发动 但是我告诉各位 低档 低档也不会太多了 所以一定要在起涨前 未来要大涨了股票 你一定要在起涨之前 怎么样 你就要大买 好 我已经连续带你买三天了 来 看看今天我们都告诉我的会员 电视上 我们介绍最新的隐藏版二 就是这一档股票 好 那这档股票 目前的价格 以及成交量 都属于在低的一个位阶 就是低基期 好 那后续的买盘 只要一涌入 股价就会呈现喷出的状态 你看看 过去的我们刚讲的 包含这样的尼克森 大中 包含洪杰科 全新甚至于 我们非凡频道的第一档 送给各位的股票 还宇 是不是都一样 低档布局 让你买的安心 买的充容 一发动 就是往上攻 对不对 所以趁现在股价 还在低档的时候 务必 怎么样 我要我的会员 务必买进 所以同样的 我也告诉各位 第三天了 第三天了 在起涨前 还不知道什么股票的 又或者还没买够的 务必要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说过了 我卢文斌的操作 我向来喜欢走在故事的前面 我不喜欢跟在后面 跟在后面 跟大家所谓的 瞎起哄 或者一窝蜂 灰掐鬼 还在奔迪 这样是赚不到大钱 就好比刚刚我们说了 我就说我们非凡的第一档 我们在非凡频道之后 第一档送给各位这项 隐藏版 从它还没有涨之前 我是不是就告诉各位 你不要看它 还没有涨 也不要看它说 怎么还没有突破 上次下降轨道 我就等到突破 就不叫走在故事的前面了 对不对 就是它还没有突破 我们要走在故事的前面 我说过它跟 其他的三五族的概念一样 它有缺货的 这样的一个性质 对不对 另外 它的本益比最低 甚至当时我也 跟各位做过比较 我说你看 红杰科全新前三季只有赚一块多 可是这两股票 同样前三季 它却赚了三块多 将近四块 它的获利的程度 是比红杰科全新 要足足增加超过一倍以上 可是红杰科当时七十几块 全新一百多块 而它股价多少 75块 你认为这样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 既然不合理 就有超额利润 有超额利润 就代表我们有大赚的空间 所以 再加上我说它缺货的概念 那个三五族这个部分 产业的部分 我们昨天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我今天就不再说了 好 那你看 最重要的 我有没有在它还没有大涨之前 就带着各位买进来 来 我说过了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买 我们从12月5号 有没有 我们从12月5号 市场上还没有人知道 它存在的时候 我就带你先布局 你看当天75块没有错 对不对 当天还跌的 所以你需要追高吗 不用 你需要 我有带你追高吗 也没有 对不对 然后第二天 即便它涨了2.83% 不等还在平盘附近吗 还没有涨 我们就继续再买 到了第三天 又回来了 又跌了2.37% 你看到今天为止 从第一天12月5号 到12月7号 连续三天的时间 有哪一天 你需要去追高的 有没有 没有 每一天 你都可以买得很冲容 你都可以买得很开心 你都可以买得很高兴 你要怎么买怎么买 你可以买得低 买得到 而且可以买得多 对不对 一直到第四天 业内进来了 你看业内进来了 可是怎么样 我们已经足足先买了三天 所以我们没有领先业内三天 这跟前面的Motsfield 尼克森大中 跟前面的包含全新红杰克 有没有一模一样 如出一出 但是我说了 我特别还跟各位叮咛 到了上个礼拜 我12月8号 业内进来的股价稍微垫高了 我还叮咛 不要以为业内进来了 就来不及了 还来得及 为什么 因为市场还没有发销 因为业内进来 它只是怎么样 确认我们看的方向是对的 可是市场还不知道 所以在市场发销股价大涨之前 还是有各位的最后的买进点 所以当时我叫做什么 叫做Lest Call 我说还没有登机的旅客 请赶快登机 把握最后的买点 把握最后的招集 对不对 后来 你看 上个礼拜 我告诉各位最后的招集 礼拜一好不好买 至少你还有买点 对不对 开盘还在平盘附近 需要追高吗 不用 一直到10点过后 一个小时以后 才慢慢的垫高 慢慢的垫高 一直到接近11点 才锁起来 所以至少你有两个小时 尤其前一个小时 你都可以还买在平盘附近 那你看那一天 我们前面四天连续的大买 我说有没有天天买天天买 你应该很清楚 你有看节目的 当时每一天有打电话进来 我连续送给各位四天 你有打电话进来的 都可以帮我罗尔宾做见证 有没有 我们掌也买 别也买 就是足足买了四天 一发动 对不对 当天涨停板 接了下来 12号 也就是昨天 怎么样 甚至于 已经来到了 95块3 一发动三天的时间 从75块 涨到了 95块 那你看你连续买 连续买连续买 你在低档大买 你看 一突破 我说过了 你看得准 你才敢大买 那你敢大买 你看这样一坡上来 才三天 才三天的时间 一发动才三天的时间 已经27%了 这样能不能大转 看看前面的尼克森 大中 看看前面的宏杰科 全新 尤其尼克森 九根涨停板 你在低档买进 对不对 九根涨停 天天买 天天买 你不会大转吗 绝对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 这样的模式 你觉得对各位 有没有帮助 尤其我说过 很多投资朋友 你也不会只看我 罗文斌一个人的节目 你可以去比较看看 其他人 同样说要跟各位 分享一档股票 其他人的做法 很多人知道吗 要不就是随便交代一下 要不就是给你个五档八档 散弹打鸟 反正总会有一档涨的吧 那涨的我就拿出来讲 你看我让你赚了多少又多少 但是投资朋友 我 从头到尾 我连买四天 我们的做法你很清楚 对不对 上个礼拜你也共同见证过来 每一天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连买四天 我不相信你会买不够 我不相信你会买不到 而且 我有五档八档 只有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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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听错 不会 对不对 只有一档 你会不会看错 应该也不会吧 只有一档 你会不会买错 如果说只有一档 你还会买错 我不晓得该怎么办 对不对 三天的时间 四天的时间 天天买 天天买 只有一档股票 一波都这样上来 能不能真正的帮助到各位 我说这些 上个礼拜 每一天有打电话进来的 除了我的会员以外 每一天有打电话进来的 都可以帮我罗文斌做见证 至于说你不相信的 没有关系 我也欢迎你 打电话进来 你就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我说过了 接下来 我们最新布局的 这一档 最新布局的这一档 隐藏版二 已经第三天了 第一档无多 所以起涨前 一定要大买 不要等到涨上去了 涨上去了 再来做最高的动作 至于说怎么样 能够把这一档隐藏版二 给带回去 来 今天你只要打电话来 告诉我们说 我爱罗宾汉 我爱罗宾汉 我说过了 大家给我的支持跟鼓励 是我能够不断向前进的 一个最大的动力 我做得好 也非常希望各位 能够给我鼓鼓手 打打气加加油 各位的鼓励 我能够跑得更快 我能够跑得更快 我能够做得更好 我就能够找出更多好的标的 帮助各位 能够赚得更多 所以当我做得好的时候 同志朋友 不要吝啬 不要吝啬 你的掌声 跟你的鼓励 今天只要来电说出 我爱罗宾汉 我爱罗宾汉 这一档 这一档 我们正在布局的 已经低档无多这一档 隐藏版二 赶快把它拿到手 我说赢第三天 如果再不赶快 卡位布局的话 很可能随时 你又要跟一档 能够大涨的股票 要擦身而过了 那就可惜了 来广告时间 大声说出 我爱罗宾汉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县城 记得我的助理 第一天到公司报到的时候 就问我 他说为什么我们的节目 要叫做股市罗宾汉 为什么不叫股市罗石峰呢 罗石峰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 因为罗石峰叫大牛 那股市不叫强调的 这是一个牛市 牛市 哇 大多头 大家都很开心 所以叫罗石峰不是很好 那为什么不叫罗石峰 要叫罗宾汉 其实为什么要叫罗宾汉 这是因为我认为 罗宾汉 跟我的理念非常的接近 我想认识我够久的必然都知道 我罗文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我在进到头顾之前 就是待在法人 我一路从写报告的研究员 后来被拔着上来成为 看报告的全权委托经理人 也就是各位说的 代操的经理人 那当时因为一个契机 我听到了一个故事 叫海星的故事 一个小女生在台风过后 过去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讲过 这个有空我们再来聊 那因为我当时感受到 受到这个故事的感动 而且当时我感受到什么 你想 全权委托 它是有门槛的 不是说几百万 不是几百万 就能够给人家代操 都要上千万 那你想想看 一个客户他能够拿出几千万 让法人 让我们来帮他代操 你说他身上 少说几亿几十亿的一个身价 应该跑不掉 那今天我做算我做得再好 以他几十亿几亿的一个身价 对他来讲 也不过是一个数字上的一个变化吧 对不对 可是股市里头 真正需要帮助的是谁 并不是这些 已经在金字塔顶端的这些人 我说过做得再好 对他们来讲 就是数字上的变化而已 可是真正需要帮助的 是我们众多的散户的投资朋友 所以当时我毅然决然 离开法人 高薪优渥的工作 我进到这个故事 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当然我帮不了所有的人 但是就像海星的故事一样 就那个小女生所说的 我能够帮一个算一个 那我也很庆幸 到这个投股之后 在每次很关键的时刻 我也都能够尽我一己之力 用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各位 对不对 在关键的时刻 能够开创一些活力 就好比说现在 远的不说 我就现在从现在到过年之前 正需要大家 对不对 大家正需要赚大红包 帮自己过一个好年的时候 我们帮各位掌握的包 像尼克森 对不对 低档布局一发动 就是九根涨停板 对不对 一点三四倍的尼克森 其他包含像大中一样 低档布局完之后 五根涨停 这样也有七成 甚至于桑武族的宏杰科 从低档 57块布局涨到82块8 这样也有45个percent 对不对 全新也是一样 从当时低档布局 82块9 一路涨到118块半 这一涨也涨了超过四成 43个percent 就连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非凡开拨之后的 最新的一档股票 隐藏版这档股票 也从当时75块 没有人知道 先纠理低档布局 到涨上来 到昨天已经来到95块半 95块3 这一涨也超过将近三成 对不对 好那我说过 我很庆幸能够这样的机会 能够帮助各位 不过我也需要怎么样 我会尽我全力来帮助各位 但是我说过了 我也需要各位的鼓励 对不对 如果我做得好 你给我拍拍手 打打气 加加油 那我有各位的鼓励 跟支持之后 我自然能够做得更好 能够跑得更快 跑得更远 那我能够做得更好 是不是我就能够帮助各位 能够找出更多的 好的股票 更多赚钱的机会 能够让大家 对不对 能够赚更多的钱 所以当我做得好的时候 我说投资朋友 不要吝啬你的掌声 不要吝啬你的加油跟鼓励 好那我说过 今天只要你来电说出 我爱罗宾汉 只要来电说出 我爱罗宾汉 这一档 我们正在布局的隐藏版二 隐藏版之后的隐藏版二 就可以把它带回去 好那我说过 这是第三天 为什么我要强调第三天 因为我说过 认识我的都知道 我们的布局 我至少会留给各位三天的时间 让你在低档买得充容买得安心 但今天是第三天的 所以低档无多 而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起涨前一定要大买 买足买够 好所以把握最后的一个机会 把握低档的一个机会 今天只要讲出 我爱罗宾汉 我爱罗宾汉 给我罗文斌支持 鼓励 打打气加加油 这一档就可以把它拿回家 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最后要订阅 ,会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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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的